90天的挑战已经悄然过半 上集我们说到 格伦的店面 厨师 啤酒 三大样都已经有了雏形 但是唯一的问题在于 返修房间的进度过于缓慢 留给他的挑战时间不多了 原本预计今天完工的房子 却只是刚刚完成了拆除 他必须加快房子的进度 时间来到第46天 看到唐帆一个人举步维艰 格伦决定雇佣工人来帮忙 格外的开销势必会减少利润 但是现在迫在眉睫 唐帆也在努力动用自己的人脉 找装修工人低价帮忙翻修房屋 格伦承诺 唐帆在装修完工后 会支付给他一万美元的酬劳 但在唐帆看来 如果房屋转卖不成功 那格伦的诺言 只能是张空头支票 当然格伦也明白 他现在只能不断索取别人的帮助 虽然一切尘埃落定后 必定会加倍的报答成分 但是按照节目的规定 现在还不能表露身份 这也让格伦倍感愧疚 第47天 格伦在等待翻新房子的同时 也在专心思考 如何在内排级的比赛中获奖 但格伦对此一窍不通 于是需要请一名顾问 协助制定计划 内排级主办人凯西 向格伦举进了一位合适的人选 麦克 麦克对比赛了如指掌 经验老道 暗暗表示 参加比赛 首先要有一辆冷藏卡车 相当于一台巨大的移动冰箱 储存比赛所需要的新鲜食材 其次 烤炉至少要有15层烤架 平均每次要同时烧烤 烤肉时要做烟熏 然后用明火将肉的正反两面 各烤两分钟才可出炉 虽然比赛竞争激烈 但是每一个参赛队伍的关系 却很亲密 如果这家内排功不应求时 就会将其他攒位借购 这是所有参赛队伍都会默许遵守的原则 格伦认为 麦克是专家中的专家 于是邀请他出山 为团队设计烤炉 麦克欣然同意 格伦坦言 他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找到比你聪明的人 把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交给擅长的人来做 这是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优秀品质 在烤炉的设计上 格伦希望达到几点要求 首先造型要独特 其次 这个炫酷的烤炉要具有代表性 可以反映出 伊利辉煌的制造业水平 格伦计划在三周之内找好 第49天 格伦就拉着麦克来到金属装配 崔洛特的工厂 为他们参展的烤炉做设计 崔洛特每天在场子里 待到半夜三更 尽心尽力养家糊口 这正是小族精神的代表 麦克向崔洛特讲解 烤肉的制作要求 从零开始打造这个烤炉 第50天 格伦兴致高昂的邀请唐帆 来参观他们未来的门店 讨论烧烤店的室内设计 唐帆很喜欢这家店 装修风格也很好 只需要轻度改造即可 当然 这也是唐帆的新任务 而且格伦还要求他 三周内完成 格伦也是没有办法 时间紧 任务重 他肯定希望唐帆能爆发出小宇宙 第53天 房屋装修逐步进入正柜 新的厨具和电器也已经送达 唐帆安装了新的厨柜 工人也忙碌的安装地毯 之后在墙壁粉刷完毕 就可以收工了 格伦要求团队成员前来帮忙 一切都好起来了 下午格伦去了一趟商业培训中心 与市长推广负责人克里斯 查看工作进度 克里斯原来有安稳的工作 现在辞职下海 就是为了圆自己一个创业梦 不过 他的意识跟上了 行动却没有 一个多月时间里 他就主动联系了格伦一次 克里斯反馈说 要在确定公司商标和宣传介绍后 再着手做网站开发 以及创建烧烤店的社交平台账号 格伦认为 克里斯是一个领导者 而不是跟随者 必须给自己压力和动力 不能以等待公司确定商标为借口 而毫无进展 要想成功 一定要学会主动出击 机会不会留给一个装睡的人 克里斯从然斗志 虚心接受了格伦的批评 第54天一大早 格伦就接到一个坏消息 之前谈好的那家店面出现了问题 店主改变主意 没有在租约上签字 而是决定自己继续经营 这消息对于格伦来说 真的是五雷轰顶 他必须在短时间内 找到一个位置好 而且设备齐全的店面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格伦迷茫了 要知道 最开始格伦只是和自己打赌 要在90天内完成挑战 可是现在团队每个成员都尽心尽力 为共同的梦想而努力 现在百万品牌成长计划 完全乱了套 更重要的是 他不知道怎么跟团队的人解释 格伦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想了许久 第56天傍晚 格伦召集了所有团队成员 来到商业培训中心开会 他决定如实告诉团队这个坏消息 他必须坦然接受挫折 失忆时一蹶不振 只会越陷越深 格伦告诉大家 未能成功租下店铺 团队成员的失望显而易见 但是格伦向团队保证 会用自己现有的一切资源 找到一家更合适的店铺 现在既然小族烧烤 无法在类牌节前开业 那么通过类牌节比赛 打响招牌 就成了重中追众 之后再把烧烤啤酒店给开起来 只要能在类牌节一炮而红 就不愁心念开业会没生意 所以成败再次一举 大家的压力也将超乎想象 第57天 金属装配厂崔洛特 发来了一个好消息 经过几天的寻觅 他们在路边低价购买了一个 废弃转售的超大蓄水箱 不具特色的烧烤 这不仅可以用于烤肉 还能以独特的造型 吸引顾客光顾摊位 格伦也到场子里帮忙学习 尝试了切割金属 格伦一锤子敲开金属壳 将近段堆积的压抑心情 尽数释放 随后赶去见唐凡 这次推门而进的格伦 又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在唐凡的打理下 室内焕然一新 远远超出了格伦的预期 全新的地板 墙壁 灯具 与之间截然不同 他在城市西区找到了一家店铺 原本就是个烧烤店 但是因为店主不是本地人 由于经营不善 利润不佳而倒闭 格伦来到店铺查看 看到粉红色的外墙 有些望而却步 然而进入店铺后 内部设施让人眼前一亮 展新的厨房配有先进的全套设备 室内空间分成了用餐区和吧台 吧台也是配套齐全 店铺位置在繁忙路段 这栋房子还地处近富人区步 但是目前缺乏饮酒烤肉的休闲场所 尽管市中心在改造复兴 但是规划至少要等几年之后才能完成 如果格伦可以开一家符合当地大众需求的商户 那西区具有很大的潜力 现在的格伦认为有地方不错了 时间才最要紧 房东要价每月租金4500美元 格伦出价4000 给房东两天时间考虑 第62天 房产中介介绍客人来看房伦的翻新房 这位客人打算买投资房 计划买下格伦的房子 再转售盈利 格伦介绍 这套房市值12万4千美元 现在想尽快脱手 卖8万5千美元 买家表示只能接受7万5千美元 他现在的重心不在这栋房子上 而是在烤肉啤酒店上 越快拿到钱才越有可能成功 于是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和买家达成交易 格伦做的简单计算 虽然比预期的成交价少 但付清买房 翻修工程贷款 以及其他开支之后 还有2万多的利润 足够支持店面的房租 并负担起累排挤的开销了 商场如战场 有时候让掉一场战役 才能打赢整场战争 虽然7万5千美元的成交价 比预期要低 但是格伦的最终目标 是小族烧烤的百万创业项目 所以即使低价转售房子 也在所不惜 在这里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格伦之前的计划 如果按原计划 格伦应该在第53天卖出房子 第63天拿到房款 而现在他要在10天之后 也就是第71天才能拿到房款 整整延后了8天时间 时间也来到了第71天 格伦已经拿到了房款 同时用户租赁那边决定 以每个月4200美元租给格伦 租业为三年 随时可以签合同 格伦拿出8400美元 预付两个月 来到第72天 格伦在团队参观 新租下了店面 并宣布计划 两周之后正式开业 团队成员对此即将开业 感到非常兴奋 阿杰觉得这家店比之前更好 大家也都特别期待 但格伦需要 堂凡在14天内 做好店面装潢 而这里不像之前的店铺 已经有搭配好装潢设计 而这里粉色的外墙 褐色的地板和吧台 都需要大量时间重新设计 这个要改的话 可是个大工程 唐凡脾气一下就起来了 他极度不理解 为什么格伦总是那么敢进度 两周时间装修好餐厅 也是强人所难 现在他又是小组团队的一员 要是敷衍了事 那岂不是对不起这个团队吗 唐凡聚聚在理 格伦一时间也说服不了他 只好让他先出设计方案 格伦的团队出现了裂痕 他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而他只剩下了18天的时间 能否完成百万企业的计划呢 让我们下期揭晓